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英錦賽分組賽展開多場角逐 其中韋甘比將助陣主場迎戰卡維尼 韋甘比目前是英甲領投讓 反攻卡維尼處於英甲積分榜末樓 兩隊實力懸殊 在擁主場之力的韋甘比金將大勝可期 韋甘比今季發揮相當於上季進步得十分明顯 上季他們最終緊取得英甲第十名成績 而今季聯賽十四輪戰敗 球隊以十勝兩和兩虎的戰績位居積分榜的榜首 無疑令球迷門感到十分驚喜 強大的進攻火力是韋甘比取得這個成績的主要原因 目前球隊已攻入32顆入球 這個數據處於聯賽頂尖水準 隊內多名球員已為球隊取得入球 進攻方面多點開花令對手門不勝防 來到英甘賽方面 韋甘比目前錄得一勝一負 其中上輪5比3戰勝白禮頓U21一役中 陣中前鋒路巴拿上演大四喜好戲 幾乎以一己之力帶領球隊奪得寶貴的三分 這將他的表現依舊值得期待 值得提的是 韋甘比已經連續糾掌各項賽事保持不敗 並處於七連勝當中 球隊重態如逆中天 更好面對更放不穩的卡維尼 韋甘比未有不勝的理由 而在另一邊 卡維尼今季的表現比韋甘比就顯得信息很多 前者目前僅以三勝三和九負的戰績排名聯賽沒留 並且長坤失球數達到1.8個 這個數據同樣處於聯賽倒數的水準 後防線可謂是形同虛似 不僅如此 卡維尼目前已連續三輪聯賽未能取勝 且期間橫有兩將一球未入 球隊進攻方面的發揮都不堪理想 至於應感賽 卡維尼前兩輪分組賽 敢取得一和一負的未常勝責 球隊毫無競爭力可言 似乎已淪為小組中的信分同志 更為不利的是卡維尼近六輪聯賽作客均未能取勝 具體為一和五虎 逐見作客戰鬥力十分低下 加之最近一次對賽都慘遭失利 狀態不佳的卡維尼今盡必敗無疑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